中俄互免签证协定自2016年8月生效以来 对双边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偷渡活动 近年来中国执法部门重权整治 妨害国边境管理的违法犯罪 对各种偷渡组织从事偷渡活动的不法分子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取得显著的成效 同时中国执法部门正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 联合打击跨境偷渡活动遣返偷渡人员 共同维护国际间人员交流交往秩序